确诊的医师他同时也是慈济大学的教师 所以慈济大学在今天也紧急关闭了校园清销 并且启动远距教学到4月10号 不过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急诊室现在累计的四名确诊者 可能都是因为接触过同一位患者而感染 华联慈济医院急诊室新增的三例确诊 分别是一位护理师和两名医师 其中一名确诊医师同时也是慈济大学的教师 急诊室共有两名护理师和两名医师确诊 这四个人工作时都有接触过同一位病患 而这四个共同点就是服务 从三重来到花莲旅游的朋友亲戚 慈济大学接获消息立即关闭校园全面清销 从4月1号到4月10号校内外活动暂停 全校课程改为远距教学 体育馆图书馆闭馆 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停止实际授课 教职员4月6号起一三级警戒标准上班 但有学生一大早还是进到校园做实验 令人担心的是医院急诊室除了病患以外 也会有警销人员出入 更增加病毒向外散播的可能 再加上确诊教师的疫调匡列 还在进行中却强碰亲民连假 校方没有强制住宿生返家或留在校内隔离 许多学生搭火车或客运回家 病毒恐怕会扩散到外线市 让疫情雪上加霜 记得刘吉娇张志然花联报导